轉眼間來到9月 定期存款優惠也和大家更新幾個月 我們一起見證定期利率愈減愈低 尤其是3個月定期,大部分都不足4里 其中大行匯豐的3個月和6個月後已看齊 甚至有銀行的6個月存期享有更高息 而距離美國真正宣布減息的重要時刻不足半個月 同時兩款香港政府債券亦會在今個月推出 大家是時候都要想想做什麼存期更划算 趁早鎖定僅存的高息優惠 不過收看9月高息講完定期存款懶人包之前 記得要先按讚好和訂閱 我也很需要大家的鼓勵 按照慣例更新四大行的息率 匯豐卓越理財專上新客戶3個月定期息維持上個月的4.1里 卓越理財客戶優惠剛剛好在4里 原有各類型客戶網上開納3個月定存再下調到3.5-3.2里 值得留意的是6個月息率已與3個月存期完全同步了 中銀香港的新資金優惠明顯縮水 私人財富及中銀利財客戶3個月和半年息口 由8月份的3.5里和3.4里 今個9月已下調到3.2和3.1里 其他戶口客戶3個月和半年息口更加減到剩下3.1里和3里 渣蛋銀行亦同樣一舉調低3個月和12個月的息率 分別是3.2里和3里 但6個月息率就維持在3.4里 即是半年的息口反而是最高的 恒新銀行有新動態 最新增設4個月全期的優惠 年利率是3.4里 而6個月定期息亦有3.4里 3個月息口就最低 只有3.3里 除了個別優惠之外 剛剛提及的所有優惠都是透過網上理財開納的 以及需要傳入1萬港元的新資金 相比之下 花旗銀行的私人客戶業務 或CTGO戶口新客優惠就吸引一些 但息率同樣都有調低的 而且要完成兩大任務 同時它的門檻亦都比較高一些 現在要同時申請綜合財富管理服務 以及開納定存的時候 合資格投資或保險傑存要達到7萬8千元或以上 兩款戶口的3個月息率分別是4.3里和4.2里 起存額就是5萬元的新資金以上 其他高過4里的優惠仍然是要數建行亞洲和工銀亞洲 相信有留意我們的觀眾已經很熟悉了 兩款計劃的資金上限都是10萬元 開設方法和門檻 都可以重溫5月或7月的奶人包 不過要一再提醒大家的是 建行亞洲貴賓利財新客3個月定期6.08里的優惠 由於只有首10%的新資金享有6.08里 其餘90%的新資金按牌價浮動的息率 現在是3.7里 所以計下來平均息率已經減到大約3.93里 而貼近4里的選擇有大新銀行 全新VIP客戶3個月和6個月全期息率 已經升到3.9里和3.7里 起存額需要10萬元 透過分行用新資金8里 而現有客戶要高息的話 新資金起存額就要更高了 需要100萬元 VIP客戶3個月和6個月息率是3.8里和3.7里 而一般客戶3個月和6個月定期存款息率 最高就只有3.7里和3.6里 如果要用舊資金做3個月定期 大眾銀行提供3.7里 虛擬銀行PAO Bank就提供3.6里的優惠 接下來就要和大家更新搶一些全期而又比較高息的選擇了 南商銀行4個月和6個月定期息率達到3.65里 可以用現有資金透過網上銀行開納 起存門檻是100萬港元 大戶就有更多的選擇 東亞銀行全新或升級到顯卓私人理財客戶 透過分行辦理3個月定期享有高達3.75里之外 6個月亦有3.65里 但6個月定期的起存額就需要達到200萬新資金以上 門檻低一些的顯卓理財和自尊理財新客戶 亦都享有同樣的優惠 分別20萬元或者2萬元新資金開納6個月定期 都可以享有3.6里 總結一下今個月短存期的息率下調趨勢越來越明顯 亦都未見有太吸引的新優惠推出 想做3個月存期的大戶可以考慮花期和匯豐高過4里的計劃 甚至創興銀行的外匯兌換優惠 因為6里式的優惠存款上限其實都只有10萬元 目前6個月存款期連利率 6個月存期最高為大新銀行的3.7里 比不少銀行的短存期都更加高息 而現有資金支損亦都可以考慮南商銀行的優惠 當然 連滿60歲的老友記都可以預留一定的資金 營購新一批的銀式債券 連利率是去到4里的 詳情我們稍後會再另外出片介紹 再提醒大家 每個定期存款計劃可能都有特定的要求 記得看清楚條款細質 或者直接向銀行問清楚才下決定 資訊欄有持續更新的文字版 按下連結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定期存款優惠資訊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